提起杨玉莹这个名字 想必很多80后的人都会激动不已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歌坛 她可是当之无愧的甜歌天后 因其清纯甜美的外表 动人的歌喉 为众多歌迷所钟爱 是名副其实的玉女代表 最近有消息传来 这位玉女长门人已经成婚 这一消息立即引发热议 说到杨玉莹肯定要不过一个人 那就是前男友赖文峰 特大走私案 远华少东家 全钱色交易 多名高官落马 神秘红楼 包养女星 这些都是赖文峰曾经拥有的标签 1971年杨玉莹出生 她生于一个平凡的劳工家庭 家境一般 而且杨玉莹刚出生没多久 父亲就因为一次意外去世 这让原本就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一家人 变得悲伤又艰难 直到被老师吴宋金赏识 杨玉莹的人生才发生改变 当时吴宋金告诉她 KTV不适合她 再这样下去 她的天赋就会被埋没 之后杨玉莹便跟随老师到广州发展 然而 当她抵达广州的时候 情况却并不是很好 吴宋金帮她联系了很多唱片公司 但都不愿意签她 为了赚钱 杨玉莹只能继续在KTV打工 同时也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唱功 而吴宋金则是忙着和其他唱片公司的合作 吴宋金通过一位音乐家的朋友 将杨玉莹送进了一家当时很有名的唱片公司 按常理来说 在这家公司出专辑 一两年内肯定会活起来 经理看着杨玉莹 觉得她长得很漂亮 气质也很好 这让她很是满意 经理听完杨玉莹演唱后 满意地笑了笑 这个女孩挺好的 我们要收她 吴宋金一听 顿时如释重负 杨玉莹也把手心里的汗都流出来了 然而 就在签约的前一天 意外发生了 杨玉莹和另外两名新人 被带到了高级夜总会 经理指着不远处 一群最熏熏的西装革履的男人 理所当然地画起了大饼 这几个都是公司的大客户 你们只要搞定其中一个 明天就签合同 今年就出唱片 杨玉莹难以置信 她从没想过 这种第三下四 见不得人的勾当 居然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其他两位姑娘 也是鼓足了勇气 装出一副很酷很酷的样子 朝那几位顾客走去 杨玉莹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转身离开了 杨玉莹离开后 再也没有出过任何的专辑 就连广州的几家大型唱片公司 都对她进行了封杀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她得罪了爱打 之后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杨玉莹四处奔波 为了生计而奔波 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歌唱技术 终于 天无绝人之路 1990年 吴宋金终于让徒弟在歌坛上一炮而红 当时为了让杨玉莹 在歌坛上有一个新的发展 让她重新翻唱了粉红的回忆 这次的歌曲 出人意料的成功 也让吴宋金下定决心 要帮徒弟出一张唱片 仅仅一个月 就卖出了20多万 这意味着什么 那时候 流行音乐最火爆的歌手 一个月的销量只有21万张 这样的成绩 也代表着杨玉莹在娱乐圈中 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没多久 在吴宋金的助力下 杨玉莹顺利和新时代签订了演艺合同 成为毛宁的师妹 两年之后 杨玉莹推出唱片 一跃而上 跻身台湾一线歌星行列 毛宁在这段时间里 事业也同样蒸蒸日上 次年 她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 以一首掏声依旧 果遍大江南北 成了中国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与杨玉莹合唱的新语 和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等歌曲 同样火爆 让她们成了公认的金童玉女 可是当所有人都认为 两个人会走到一起时 杨玉莹竟然和另外一个男人恋爱了 1994年 杨玉莹前往厦门出席一场表演 但那时 她已经连日工作 一直没好好休息 又困又累 到了开演的日子 她却一反常态 对剧组的人说 自己不想去 推脱说自己嗓子哑了 无论主办方要多少违约金 她都愿意接受 很明显 杨玉莹是想逃离这场表演 好好休息一下 直到飞机起飞 她都是懒洋洋地靠在自己的床上 想着错过飞机 就更去不了了 但是很快 她就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 让她立刻起来 赶去机场 因为飞机晚点了 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辩解的余地 杨玉莹只能尴尬地下床 急匆匆地向机场赶去 平日里 杨玉莹一直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但当天心情复杂 连头发都没来得及扎起来 就直接去了厦门 这趟厦门之行 对她来说 或许只是一场寻常的表演 但对某些人来说 却是一场充满了期待的缘分 远华集团老总的侄子 赖文峰 早就派了一对豪车来接她 并且对杨玉莹的团队 进行了全面的接待 包括时速 一切都由她来安排 这么大的付出 让杨玉莹很是意外 特别是赖文峰那直接的告白 更是让她心动不已 原来 赖文峰早就喜欢上了 她这个单纯的唱歌女孩 而赖文峰的勇敢和温柔 让情窦初开的杨玉莹 第一次感受到了男人对她的重视 就像是早已注定的缘分 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最终走到了一起 1997年 万众瞩目的玉女歌手杨玉莹 居然杳无音信了 由于她长期没有消息 人们开始猜测她的去向 也很好奇她为什么不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之后 有网友晒出了她和赖文峰一起逛街的图片 证实了两人的感情依然很好 可事实上 两人当时依旧没有结婚或者订婚的计划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玉莹家里也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 他们认为赖文峰靠着一副坚毅英俊的面孔 出手阔绰在厦门也是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因为她出手大方又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所以不管是有钱人家的女人 还是叶总会的姑娘又或者是歌星又或者是女星 都是心甘情愿地陪着赖文峰 一桩特大走私案件 赖文峰被关进监狱 这起充斥全钱色交易的案件让杨玉莹 陷入了舆论的中心 杨玉莹当时很慌张 连忙告诉所有人 她和赖文峰已经分手了 两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种解释很苍白 所有人都在议论她 没有人会去理会她那虚弱的解释 很快 关于赖文峰送杨玉莹200万保时捷的传言 就像是一场风暴 席卷了整个娱乐圈 事后杨玉莹虽然被证实与这起案件无关 保时捷也跟她没有关系 但如同此前一样 没人理会 她的名誉被彻底毁掉了 十多年之后 赖文峰终于从监狱里面出来 回到农村结婚生子 日子也变得平静起来 对于赖文峰的婚讯 杨玉莹只是淡淡地说 不要再去打搅对方 因为杨玉莹这些离奇的感情经历 她的婚姻一直备受关注 这样的传言 其实在2017年就出现过 当年的报国安 在采访中还否认过 然而这一次爆料人却声称 杨玉莹弟弟透露 姐姐杨玉莹将嫁给江西南昌的一个老乡 暴姓男子 属于嫂子关系 目前双方父母都已同意这门婚事 消息还透露 她已经偷偷领了结婚证 也没有婚礼 听说那人就是报国安的儿子报义 报义现任摩根士丹利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摩根士丹利中国区管理委员会委员 她也是摩根斯坦利华信证券的总经理 投资银行委员会主席和投资银行部的联合总经理 主要负责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的管理和战略业务的开发与发展 更早前 报义曾经在一个私人场合中称自己是杨玉莹的超级粉丝 她喜欢杨玉莹已经很多年了 到目前杨玉莹没有做出相关回应 只是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些旅行的照片 网友们都在求真相 杨玉莹如果选择不公布一定有她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 但愿玉女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是万象博文 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